有可能會影響到啊 打到了左愛野方向的飛球 哇 結果張正義往後退 但是沒有能夠撈到 韓志芳是敲出了一隻落點巧妙的安打 這球受到擠壓 所以飛行距離沒有帶出來 但是反倒是落在游擊手跟左愛野手的中間 其實整個張正義的移動速度也非常的快哦 但確實這個球不是急得很紮實 但落點非常的刁鑽啊 張正義也拚了 輪回到第二輪的第一棒 岳振華 前面一次抓第一個球就打 打成了右愛野方向的長打 空起來一場打個四五隻安打 所以是可能戲碼 拿到了左愛野方向 這一棒是落在界內的安打 這個做處理要快哦 一野上的潘志芳 繞過三壘之後要直衝本壘 球回傳 沒有辦法抓到了 張坤宇這一支二壘安打 替中青兄弟打下了第二分 剛才這球打的非常扎實 而且滿靠近線邊的 所以潘志芳在整個判斷上是滿早就決定要充本 對 來看一下喔 這顆球跟前一顆搶好球的進捷點其實都是一樣的喔 稍微偏紅中一些 虎德溫其實整個處理過程也沒有浪費太多時間 但是因為不像剛剛講的 很快就可以確認這是一支場的 沒有錯 因為剛好在一壘往二壘通過 哈囉大家好 我是笑笑 請大家記得訂閱中信兄弟的官方YouTube頻道 還有Twitch哦 謝謝